探旅新北 永不止步 2020探旅新北定向月圆活动报名开跑 今年新北市观望旅游局将于5月到8月 分别在土城、泰山、武谷和平邻区举办四场活动 新北市副市长陈存静表示 去年探旅新北每场450个名额常常爆满 广受好评回响热烈 今年将每场名额提升至650人 希望能有更多民众透过定向月圆来探索新北之美 我们会轮流在各个区办今年这四个区 来借着这样的活动深入到我们各区 让大家可以去探访他的秘境 四位代言人包括知名主播田红奎 教练跑者李志群 月圆一哥周青 知名网红柯柯 每个人将分别参加土城、泰山、武谷、平邻场 月圆一哥周青指出 定向月圆结合体力与智力 是一项身具教育性和趣味性的活动 定向月圆你必须要看得懂地图 所以那个不是你跑得快就可以了 那不要动脑 怎样跑 然后跑的地方、跑的顺序 那必须要经过思考 所以定向月圆它是一个知识性蛮高的一项运动 我觉得它是富含教育意义的 然后也非常有趣 新北市光旅局表示 这次活动提供竞赛组与体验组两个组别 让运动爱好者和亲子家庭都能参与 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 不只让民众强身健体 也能感受新北市独特的人文历史与美景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